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龙王也和丘仁王 云仁王的想法相同吗 父王 云青眼他一怒而行 你不能 好了 云青眼 你把我解除静置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你与孔雀王 大鹏王等人的恩怨 我可以居中调解 如何 云青眼 我劝你还是借好就收吧 如此调解 已经很丰厚了 萧天赐已经帮我淌过一次水了 你们以为我会像萧天赐那个废物一样处 能任凭你们拿捏 我既然能将你们身上小世界的静置解除 也能重新加上 云青眼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挑衅我们 你也以为把我们解除了静置 就能为所欲为 在你们面前 容不得你放肆 说那么多废话作甚 若是不服 直接来战 这群人王一个个心高气候 想让他们为我办事 必须得打扶他 好胆 这是你自找的 云青眼 今儿我就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来得好 这 这怎么可能 云青眼明明只有玄境修为 竟能同时叫我们两人击退 一一敌二 人就占据上方 云青眼的真实实力 已经超过一般人亡了 与云青眼这轮浩月相比 我们年轻一辈都是萤火之光啊 三位前辈 现在你们可以答应我方才的条件了吧 云小勇 你既已证明了你的实力 那我等自然会遵守条件 帮你对付其他众人亡 现在先答应云青眼 确实真站起来在见机行驶 如此就好 另外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夺取风魔碑是为了借助风魔碑 步入仁皇境吧 这娇人王嘴上答应的简单 心里怕是有其他效果 看来我还得下点猛料 不错 人亡之上还有人皇 甚至更高的境界 不仅是我们三人 银州所有人亡 在正常情况下 几乎穷极一生 都不可能真知仁皇境 可如果有风魔碑就不同了 传说拥有风魔碑 半只脚便可踏入仙道 那么帮助我们从仁王境突破到仁皇 应该不在话下 不瞒诸位 我可以帮助三位前辈成为仁皇 但是你们要放弃风魔碑 先助我复杀其他仁皇 你能助我等成为仁皇 开什么玩笑 虽然你战力不肆于仁皇 但你仅仅才玄境修为 又怎么可能助我们突破到仁皇 我云青岩立下的承诺 从没有实言过 我云青岩在此立下天道誓言 如果三位前辈帮我杀死其他仁王 我定住三位前辈步入仁皇境 如有违背 行神俱灭 竟然真的立下了天道誓言 如果他没信守誓言 可是会被天道灭杀的 看来云青岩是真的有办法 让我等步入仁皇境 云小友连天道誓言都敢立下 那我们答应条件有何